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五间总结的时间 彩岸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远志希,Herry Herry,你好 Herry,不如先和大家看看A股 今天五次的表现 A股方面,今天半日来说三大指数做得相当不错 上升综合指数升29点 半日报2086点 沪深300指数升35点 半日报2322点 深圳城址方面升130点 半日报8297点 三大指数的升幅 介乎1.41%至1.6% 今天来说,内地股市做得相当不错 最高见过2089点 跨近高位来说 半日收市表现到2086点 上加所说 开始落实研究T加零的制度 最近内地股市有很多离好消息传出 上星期公布数据不错 现在不断有政策 想扶持内地经济和股市市场 本身内地都不停地酝酿出很多政策出台 其实也和大家分享过 所以对于上证指数来说 大家就算看淡也好 不要胡乱沽货 本身对于今天主要指数升幅来说 除了上交所说 很快推出T加零制度 来保障整个市场的信心之外 其实上海进入了一个自由贸易区 方面的一些不同的消息 也都令到外贸或者出口板块都涨停了 这方面也带动到上证指数 如果你看到点数来说 收在2086点 我都会觉得大家可以进一步去看 究竟2018点的心理关口是否冲得破 而如果冲得破 我觉得上证指数可以再提高一线 尤其是内地在中央方面 除了我们经常说信息消费 或是环保基建的板块之外 对于一众资源类别的股份来说 其实都不停地有些政策去推出 如何去库存 或者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措施 这方面其实你都会见到 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而言 其实中央都想做一些比较长远一点的政策 来打稳经济的基础表现 我都会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众的 譬如说资源类别的股份来说 今天都有少少追落后的情况 我都会相信上星期推出来的PMI数字 的而且确为市场惊喜 我都会相信下个星期 可能陆续推出的一些经济数字 应该会做得挺漂亮 暂时去看的时候 上证指数我会先看2100点 究竟是否冲得破 我都会觉得这个势头 应该是保持良好的趋势 谢谢 刚才也提到 今晚内地股市做得相当不错 因为上交所方面落实研究一下 T加宁的制度 除了内地股市不错之外 今日中资券商股都受到推动 股价表现做得相当之好 看看股价最新表现 现时来说 中国光大升超过3% 升3.4% 新人曼国升超过3% 海通证券升4.4 11.06 华泰均安升8.0 中信证券升4.4 到15.42 最后来说 券商股 包括A股 H股 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是否现时开始研究 真正落实了的时候 会否令到相关的券商股 会做得更加好呢 我相信这个趋势 都会带动到一众券商股 尤其是上交所也开始回应 8.16光大事件的一些细质 如果打稳 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他会用回用者自负的原则 即是如果本身有这些市场消息 令到股市有些震荡的时候 其实投资者应该要自己小心去买 也不是由上交所取消当中的交易 令到股市有个稳定的情况 另一方面 为围投资者的利益所在 上交所今天也比较落实 去回应研究T加宁的制度 这方面T加宁以往的分析当中也说到 其实会令到股市的流通量加快 也令到对于一众的券商股来说 只不然是一个很利好的消息 交易量也会令到他们的佣金向上 这方面我都会觉得尤其是 看到不同的政策趋势 我都会看好券商股的表现 暂时去看回来 如果你说今个星期来说 还有一只大的中信证券 会出一出业绩 我都会觉得 对于它那份业绩来说 我反而会有少少保留 尤其是见到 如果你说券商股的利润 全面恢复到一个比较高增长的水平 真的要看看究竟A股 何时会开回IPO 我都会觉得现阶段来说 对于券商股 暂时在本身的消息面当中 是会继续刺激向上的 好 谢谢 不如跟大家看看 现时港股最新表现 恒指方面升196点 去到22,059点 其指升236点 低水10点 国企指数升168点 保10,100点 今天来说 成交价263亿多 暂时 就有刷到A股所带动 今天港股表现得相当不错 重返22,000点水平 后市来说是持续向好 还是还是反复培活在22,000点 不断拉锯呢 今天要看A股的升息是否能保持 我都会觉得暂时去看 相对港股而言 看22,000点这个位置 究竟收市会否受得住 通常下午可能会有很多消息推出 也都见到下午五间收市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业绩发布 我都会觉得对港股来说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暂时去看我都会觉得 恒生指数来说 亦都是上冲 以我跟大家分析到 10天线的支持现在变成阻力 暂时来看大概是在22,300点 这些位置的时候 其实都是要看这个位置 如果冲得破的话 我觉得港股向上的势头 可以先看在刚刚那个高位 22,600点左右 以现阶段的势头来说 A股的走势上 或者是本身的政策推出的预期 带动到港股的投资气氛都改善了 好,谢谢 和大家看看现时 蓝筹股的最新表现 汇控方面升8号到84.5 中移动升5先 中行升6先 公行升7先 建行升超过1% 暂时报5.8.5 港交所升1.5 国寿升3.4 有帮保险跌1号 腾讯升2号 金沙中国无声跌 长石升8号 新地升7号 九仓升2号 中国海外升3号3 幻润置地跌超过2% 去到21.7 中海油升8先 中石油升超过2% 中石化升1号3 坤林能源升1号6 神话升超过3% 去到25.2 目前升幅最难蓝筹 就是百例国际1880 现时升超过6% 去到11.1 公布了业绩 虽然有个倒退的情况 但都好过市场预期 亦都说得大行唱好 今天来说股价表现做得相当不俗 会否持续做好 大家是否看好下半年走势 下半年的走势 我会觉得是有些保留 特别是见到内地一众的消费类别股份 其实那个表现来说 其实是会不会说 随着经济表现做好 而有个大幅刺激的一个趋势 我未必敢看的 如果说看回百例这份业绩来说 唯一我觉得可趣一点的地方 就是那个毛利率 都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亦都见到 存货周转比率方面 那个天数 其实都是有市射微下降 但都是160多天 但如果你说看回 无论顺利或收入来说 仍然都有个倒退 集团亦都说到 他们的开店步伐 都会有一个减慢的情况 这方面我对于业绩 或者未来的前景走势上 尤其是女装鞋股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 中性偏淡的看法 对比起 虽然集团都有一个本身的业务 就是一些分销体育用品 但这方面其实 内地下半年整体的消费状况 未必是有这么正面的看法 所以今天的升势而言来说 我觉得现阶段 你再追进去博一博高位 我觉得直博空间也不是那么大 也都随时有机会 打回原影 落到10元以下的位置 和大家看看现时 百例股价最新表现先 现时来说 下午7号 升至7% 去到11.1号 2 波斯登升1先 保资方面跌2先 尼邦跌6先 中国尼郎升2先 另外第二位做得比较好的男手 就是康师傅322 现时升超过4% 去到19.1号 即将公布半年业绩 市场是否有憧憬 我都相信今天的升势 是在憧憬中 下午可能会发布的业绩表现 但留意一件事 我自己看康师傅 本身份业绩 可能有机会市场是炒错的 以往 从趋势上来说 如果对比起先前 发布统一的不同的业绩表现 可能成本上有个上升的压力 究竟未来的表现 是不是一如市场 如期今天这样的升势 我自己好有保留 所以我都会觉得 不如出了业绩之后 才留意这股份 大有机会 会继续一个向下沉底的趋势 现阶段做19.1这个位置 我自己的看法上来说 如果业绩的表现 其实也不如市场预期搬 其实股价表现 可能会再试回 甚至说18元这些位置 好 不如和大家看看康师傅 现时股价最新表现 看到康师傅 现时升接近4% 升7.2 去到19.1 其余计阵 内地食品股 暂时个别发展 中量有跌3先 中国食品跌1先 黄黄升1毫 统一中国升2先 萌牛升2毫 软润食品升5先 大城食品暂时没有升跌 会员果汁升2先 合生员升3毫半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再问Harry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个有持有呢 没有的 今天恒指半日升205点 半日到22,069点 成交额267亿多 国企指数升175点 半日到10,108点 下午1点再见 いきます 好